決戰2024總統爭霸戰要帶您關心到 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天在電視節目專訪當中 批評民進黨把兩岸搞得兵凶戰危 才會需要延長兵役 他也說了要是未來當選總統 會再將異議的議期改為四個月 但是此話一出引發了不少爭議 今天他臨時更改行程補充說明 並不是反對一年一期 而是反對大學生的三加一兵役政策 我反對三加一方案 在節目上堅決反對三加一方案 不過此話一出卻讓民進黨抓住畫柄 民進黨緊抓侯友宜和國民黨中央炮口不一致 讓侯市長臨時變更受訪行程 承認自己絕非反對兵役恢復為一年 現階段我們要反對兵役延長 確定兩岸和平穩定之後 還有可能恢復四個月 除了兵役政策 另一把也燒回侯仪身上 因為他答應和館長黃國昌上凱道遊行 其中訴諸居住任意 只不過他和太太在文化大學附近 作用租給學生的套房 民進黨也質疑侯市長根本不了解居住正義 雖然他現在必談這個爭議 但他如果要上凱道去遊行這個 一定會受到更多年輕人的抗議 居住正義以及應屆生兵役 年輕人關注的議題 猴團隊小心拆彈 發言謹慎再謹慎 記者參觀張雲杰新北市采訪報導